Hello大家好 歡迎帶來新潮民頻道格仔在這裏 Certino 郭靖彤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灣仔會展連續兩天的移民展 簡直人山人海逼爆了牆 就在這兩天有三萬人去到這個移民展 一心想著離開香港 當中說到他們移民的理由和為移民做到的準備 簡直笑死街坊 連同這群人究竟想去哪裏移民 以及他們在香港的收入 所有的東西我們稍後就為大家說說 再之後就是當全世界人在聲討 這個荷里活澳洲籍的影聲尼哥雞飯為何可以格外開恩 不用分隔就能入到香港自出自入 我們繼續鬧的時候尼哥雞飯繼續拍戲 邱局長就一點於小理 而突然間就爆出有消息 尼哥雞飯的拍攝團隊最近發生嚴重的內控 導致尼哥雞飯要留在香港留多個幾星期 因為他們自己內控 尼哥雞飯隨時就留多香港個幾星期 有關當局又有什麼說法呢 另外就是當我們全香港在聲討尼哥雞飯的不公平入境之外 原來在西方世界居然罕有地有人支持我們香港人的不滿 一起用同一口徑來聲討尼哥雞飯 令到他現在這套戲可以說是兩邊不是人 為何會這樣呢 稍後和大家慢慢披露一下 接著就是大漢奸肥佬黎 他每逢有禍港的要事相討 都會在他那個河民田的大宅那裡搞這個致英飯局 但是自從肥佬黎入獄之後這個致英飯局就一直都沒有搞過了 但是最近就有消息指出 肥佬黎的老婆肥佬妻她就準備代替她老公出來主持這個致英飯局 還邀請了陳四萬和老柱銘 不過消息一出就引來多方的關注 究竟這個飯局搞不搞得成呢 我們一會兒來看看 接著就是阿富汗那邊的局勢 大家都知道了 亂過七角 而南韓在那邊的政府機構 他們閣下都請了不少的阿富汗人 現在南韓就走出來假裝說人道 說要幫助這群阿富汗人 但是這個人道的背後 竟然發生一些更不人道的事件 令到現在南韓就被人說他是五十步笑八步 那究竟這什麼事件 令到南韓這麼出醜呢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中國最近又有一家公司發明了第三鏡 針對肆虐全球的D級和D級變形 而且根據世衛標準的第三期數據已經出來了 而前後我們中國已經有第三隻祖國出產的苗 是能夠針對任何形式尤其是D級的變形 轉頭告訴大家數據所帶來的好消息 與此同時 蔡英文強推台灣出產的高端公司的低級苗 現在正式得罪了全台灣人 剛剛還有第六名40歲的壯年女士因為這隻苗而去世 還有什麼強推打苗的政策 得罪了全台灣人呢 轉頭和大家慢慢披露 與此同時 台灣的大哥美國 單日中招case再創高峰 離去case也創高峰 導致現在美國的醫療系統 甚至去世禮儀的系統都一起崩潰 現在完全不夠地方放離去的人 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去擺 而這個擺法是令到人人看見都非常之心酸 轉頭和大家一一披露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最近發現了很多模型新潮民的假頻道出現 因此避免觀眾不加入這些假武頻道 請大家不必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以及訂閱的同時 最好就按右邊的鈴鐺 這樣你接收到的 就一定是正牌的新潮民頻道的資訊 首先我們就要說一下 最近在這兩天 灣仔會展那裡就有一個移民展覽 這個移民展覽裡面可以說到 是人山人海完全是逼爆人的 參加的人數短短兩天裡面就有3萬人 而最搞笑的就是 因為在這些查詢移民資訊的人裡面 就做了一個家庭收入的調查 調查顯示了在這些想移民的人裡面 有兩成的家庭 他們的收入是在2萬元以下的 很有可能就是一個人工作 另一個人就沒有工作 而另外根據數據顯示 有三成想移民的家庭 他們的收入就在5萬元以下 5萬元以下這句可圈可點 3萬元就當5萬元以下 3萬5千元就當5萬元以下 他有沒有明確說清楚 其實一個家庭賺2萬1千元 或者2萬01元 都是計算在5萬元以下 所以實質數字就沒有人知道 總之有三成想移民的家庭 就是在這個收入區間 因此可以說到 這次的移民展覽簡直是精英混雜 這些就是他們黃絲所說的 括弧人才 就叫香港政府應該反思 怎樣留住他們 至於這群人想移民的國家 可以說到應有盡有 除了是一般熱門的移民國家 例如一些五眼的國家 又或者是最近開放的BNO移民計劃的英國 以及所謂救生艇的加拿大和澳洲之外 還有人查詢到一些冷門的國家 例如是愛爾蘭、德國、日本 近的又有台灣省 甚至乎是立陶宛、越南、非洲南非、阿魯阿圖 以及秘魯都有 還有一個地方都是黃絲很想去的 就是一個太平洋的島國叫做馬兆爾 為什麼黃絲這麼想去馬兆爾呢 原因就是如果他們要移民去美國的話 門檻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如果移民去馬兆爾的話 門檻就低很多 而且一旦入籍了馬兆爾之後 馬兆爾的國民就可以等同美國的國民 在美國那裡生活和工作 間接就可以半入籍美國了 這個地方聽都沒聽過 大眼你不去移民博覽那裡放譜 看來浪費了你 我們正常人的觀眾都知道 知道這幫黃人其實為什麼要去移民 不過正當我們以為都是一些好行的理由 例如這幫人為了所謂的自由民主而移民的時候 其實從實地訪問裡面 這幫人想去移民的理由是五花八門 而且當問到他們為了移民而做了什麼準備的時候 當中提及到的內容是我們真的完全想像不到 一定要聽聽他們親身怎麼說的 首先第一位的移民者就說到 他自己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為怕被充公資產 以及他旗下的物業 還有他都很怕怕自己說錯話 所以說到能夠離開香港盡快的話就越快越好 因為很怕有這一天的到來 另外一位受訪者就說到 我為什麼要去移民怕洗腦 沒有其他原因的了 我去了就不會被人洗腦 看來這位先生他都不需要擔心了 其實他一早已經被人洗腦 移不移民都沒所謂 還有人說到 由於他害怕在街上被香港警察截查 拿身份證去看 所以選擇他移民的 不單止他自己害怕 他也很害怕他的子女和家人在街上被警察拿身份證看 這就是他主要的移民原因 另外這個更搞笑 他就說到怕他的子女將來會加入香港的警隊 所以他就一定要移民來盜絕他們的思想 這件案子很厲害 罕有的香港黃絲父母男子女 看到他的子女思想正常 有可能將來想加入警隊 就抓走自己的兒子 這樣也有 所以說一定要到移民展覽那裡 實地訪問那些人 大家才知道有些驚奇的答案 真是千奇百歲 猜不到什麼物種都有 另一位朋友就說到 他只求一個身份才過去 也就是說這個人會回流 他說當拿到一個外國國籍的時候 他就會回來 看看這些人多麼自私 還有有些傻黃絲就說到 由於英國制度非常之可靠 對他很有信心 絕對是好過香港的 所以為了子女也會選擇移民去英國 什麼制度那麼厲害 教育制度 那不就跟香港一樣 是的 所以這個黃人是沒有做功課的 香港的教育制度根本就是照抄英國的 怪不得搞到你要去移民 希望你去到那裡好好重新做人 另外有一些正常一點就說到 香港的工時場生活節奏急速 所以希望去到加拿大那裡 享受世界 不過這位姓李先生就非常強調到 加拿大有一個規矩 就是能夠自由吸食一些葉綠素 也就是一些非法開心藥 原來這些就是他們所說的自由空氣 他也挺老實的 再以下下來的這位人士就更搞笑 記者問他 這位老先生你也想去移民嗎 你這樣的年紀 他就說到我是被迫的 因為我兒子想去移民 那我就免得跟他分開 因此就幫我兒子來到移民展覽那裡 幫我兒子看好資料做好功課之後 然後再匯報給他們聽 說這件極品連自己移民都假守於父母 看來真的什麼人都有 說完為什麼他們想去移民之後 不如就說說他們為了移民而怎麼準備 有人就說到由於他都預料到英國那裡 就做不回自己的行業 所以他一心就想做一些超市的倉務員 而由於自己都沒有做過這行的關係 所以他都做足準備 這個準備就是他在近年已經和太太多行超市 多去了解超市的貨品 而且在超市光顧買完東西之後 也是親力親為 把貨物一抽二冷自己拿回家 而且鍛鍛鍊一下體力 另外還有一位家長 為了想移民去加拿大 就說到自從19年搞事時期之後就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在這兩年以來臨急抱佛腳 連續兩個暑假 就和他的子女一起報讀英語暑期課程 如果家長和子女一起上課默書的時候 原來自己低分的子女都挺沒面子的 不怕的 聽完下一個人怎麼說 這個人就說到為了移民 就把他藏在櫃子底的化譯通拿出來 預備隨身攜帶 必要時有得用 那部東西值錢 歷史文物來的 那部東西聽聞還有自動翻譯功能 還有真人發聲 等他學成了英文之後 去到那邊還可以賣給那些外國人學中文 那接下來那個人應該有心點了 他就說到這一年來都看多了西片 在心態上已經做足了準備 還有人在這個展覽裡面 即時教授最強的移民心態 就是說到當你由一落機的那一刻 你就要將自己當成外國人 只要你當自己是外國人 你就是外國人 這樣你有很多的問題就會迎人而解 也有些人回頭 明明在香港有份工作 竟然說到移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重返校園 就來個反澳環童 我們就拆解不了這些人在想什麼 不過最好笑的就是去外國一般就是坐飛機 但是在這個移民展覽上面 竟然有一些另類的途徑 其中一個展銷單位就推銷到 最近國際船運的費用就比之前貴了 現在只有40呎的貨櫃就要13萬才可以租用 就比以前貴了幾成 所以又買趁手 不知道是不是想表達到這群黃人不搭飛機的話 可以選擇用40呎的貨櫃 整堆黃絲衝進去 然後就一船運過去 這樣加起來13萬 除起來可能1000元就去到英國或者加拿大了 所以說到這次透過這個移民展覽 再次令我們大開眼界 正當我們正常人都以為什麼都知道的時候 原來我們都是非常渺小的 所以在做完這宗新聞之後 我們又學到東西了 原來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奇怪的物種 是未被人類發現的 再之後就是話說 荷里活影聲澳洲藉女子尼哥雞凡 來到香港拍戲受到特別的待遇 不需要分隔這件事令到我們全民聲討 但是現在他們一眾的團隊一於繼續拍 我們就繼續罵 休局長就一於小理 但是最近就爆發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 話說尼哥雞凡不僅會繼續拍戲 還要在香港延期來逗留 原因就是他們的劇組裡面有爭執 話說尼哥雞凡就去到我們旺角的花園街 就拍一組戲 這組戲就是在寵物店裡面拍的 話說尼哥雞凡抱著一隻寵物狗來拍 但是寵物狗就非常不合作 導致導演就是王子逸的華人導演 就要做跑腿 替他替換狗隻來配合拍戲 期間聽聞狗隻令到尼哥雞凡非常不順利 捉見我們香港正常的狗隻都非常有骨氣 就擺明不滿意跟尼哥雞凡一起拍戲 所以要以示威了 我們香港的寵物狗 比我們的漢奸走狗有骨氣得多 除此之外 原來有一場感情戲 尼哥雞凡和這位華人導演就吵到拆天 吵的期間聽聞還在化妝間裡面 尼哥雞凡使出 我們無間道曾志偉的一幕 一掃整台東西到地上 然後忽袖而去 回到自己六十多晚一個月的休息大屋裡面 因為這樣的爭執導致尼哥雞凡 他們的拍戲進度要延誤幾天 幾天內都沒有所出產 現在記者在問導演究竟事情有什麼跟進發展什麼 他們劇組人員和導演一段都不透露發生什麼事 有精明的網民覺得隨時這是一個掩飾 尼哥雞凡知道現在認識 因為這個Dale Club變形就爆到九彩 所以趁機避風頭 在我們最安全的香港進行暫備 有精明的網民還進一步預紹到尼哥雞凡知道 我們中國已經有三間公司發明了第三鏡的苗 打算打完再走 大家都記得 因為尼哥雞飯以及他們劇組一眾的團隊 進來香港沒有遮沒有掩 又不需要分隔 這讓我們非常之覺得不公和鼓掃 原來在西方世界 很多人不滿意這次尼哥雞飯來香港拍戲 還有特別的待遇 而且跟我們口徑是一致的 先說一個不是很一致的 就是有些針對中國的時事評論家 全部人一致聲討 尼哥雞飯 為什麼這次來到香港 受到我們香港的政府特別待遇 而不說NO 因為他說香港的政府背後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 而他們是非常喜歡妖魔化我們的執政黨 所以尼哥雞飯現在是受到我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的特別待遇 尼哥雞飯應該說NO 這樣說 為什麼尼哥雞飯 閉上眼睛看不到 還有香港這個地方 過去這10年 14年、16年、19年發生了這麼多社會動亂事件 但是他們的角度是正義事件 為什麼尼哥雞飯來到香港這個地方拍戲 不為那些黃人出一句聲 那樣子 尼哥雞飯心想 我拍戲賺錢而已 不要每次都說政治 當然他不說得出口 尼哥雞飯 選擇都是躲到自己60萬一個月的大宅裡面 來拒絕回應 現在大家看到 所謂的什麼人權、民主、發聲 這些全部都是屈字堆來的 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身為荷里匯的影聲 被人屈得中金 然後又有另外一些西方的聲音 跟我們香港的口徑是一致的 就是說這次尼哥雞飯可以植入香港 這個分明是一個不平等的待遇 根本尼哥雞飯是不應該接受這個待遇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香港做了這麼多年的英國殖民地 培養出來一眾官員 已經是一群見到白人低頭 搖了尾巴的物種 所以這次他們看到尼哥雞飯要去香港拍戲 放死他不來 讓我們的防病措施中門大開讓他自出自入 那麼西方世界不滿意什麼呢 原來他們說 這些主義分明就是等於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義 就覺得那些白人優越一點 試問如果是其他國家 例如印度或者東南亞國家的演員 過來要拍戲 而他也說了兩個這樣的例子 的時候 你又有沒有那麼順滩 說他有特別的開恩 特別的措施 還有待遇 沒有 沒有的話 即是微外微白 白人至上 這番說話是西人自己說的不是我們說的 這次西人終於說一句公道說 新潮民我們支持你 也要笑一笑你西方政治的左翼政治家 你看看你培養出來的民主自由言論自由平權的人士 連你也咬一份 你看看這些就叫作法自弊 所以說到現在香港的一舉一動 其實很受外國的關注 有些人就說到不搞這個同運會 就會令香港丟失了一個人權卡片 人家現在外國人看我們以前英籍時代有份做官員的人 竟然是微白的人 說你們是白人至上 所以是時候要想一想 還需不需要在這幫人的角度去就他們 去為他們行事呢 隨著世界格局的改變 還說怕會令香港不見了人權的卡片 這些思想簡直是out到不out 接下來就是肥佬黎以往搞的致英飯局 由於肥佬黎入獄的緣故一直都沒有搞 不過身在赤柱的肥佬黎身兼多罪 而且他們的罪越多越多 就像八達通真席一樣 最近一次大真席就是十二門徒之一的李宇軒 就爆料說肥佬黎就是幕後指使人 所以一直沒有搞的致英飯局 肥佬黎的老婆肥佬妻就打算搞回來 就相約一眾的漢奸 就去到他們河文田的豪宅那裡 幫肥佬黎想想辦法 減肥就減不了了 看可不可以減一下刑 據知獲邀請出席的人士就有李柱銘兩夫妻 還有陳四萬陳芳安生 而且還有前港播處處長張敏儀 還有一眾不知道身份的人 總共加起來大約有十四個人 由於他致英飯局的消息一早被人爆出來 所以吸引了很多傳媒在肥佬黎位於河文田 在某一條路的八十號大宅那裡守候 但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因為現在這些消息暴了光 所以就怕青到取消了這個致英飯局 就令到這十四名漢奸賓客 一個都沒有來到肥佬黎那裡 以往肥佬黎親自搞的致英飯局 據聞是相當豐富的 除了大魚大肉之外 每個人吃完飯回家還有禮物收 一代二代的 因為重開箱的肥佬黎 他也申明一個道理 就是雞腿打人牙膠軟 更何況他的飯局就是他們一眾漢奸 去接收外國任務的飯局 但我們看到這次致英飯局的名單上 就有前港播處處長張敏儀的名字 不知道他那十四名賓客 還會不會有其他英治時代的前高官 根據說肥佬黎的手一早就伸進政府架構 究竟現在在殖民地留下來的政府架構 還有多少人跟這些肥佬黎 這些漢奸有關 所以就有人說到 千萬不要質疑政務官 就指到政務官這個職位是香港的保密 他們做的事是你們一般人不知道的 我在這裡就覺得很奇怪 就好像陳方安身一樣 他也是AO出身 還是我們英治時代的香港的報政師 以及回歸第一屆的政務師 都夠高級了吧 你膽敢可以說到一個這麼高級的人 AO出身 原來是一個這麼有問題的人 所以說到要不讓市民質疑的話 就先要做好自己 不是反過來跟市民說你不應該質疑我 更加不應該 就是因為AO這個身份 其他人還叫不要去做質疑 去維護著這些人 市民在整個中國的體系裡面 作為一個香港的政務官 排到第幾名的級數 他竟然可以表達到要市民不可以質疑他 真是很大的官威 那說到很大的官威 都不夠這個國家來的 這個國家就是南韓 因為最近一幕很噁心的畫面 就被南韓那邊爆了出來 最諷刺的就是 就好像這張照片一樣 當時南韓的官員就說到 要接走幫他們在阿富汗 幫過他們南韓政府做事的阿富汗人 總共是三百多人 就說到接走他們是因為講人權 所以才有這樣的行動 不過正當他說人權的時候 就發現這位南韓官員 他後面有一個人跪著幫他擔傘 而跪著幫他擔傘的人 也是南韓的一個公務員 所以就說到 若然南韓要講人權的話 麻煩看看南韓的公務員 哪有人權可言 要跪著幫他的上司擔傘 簡直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們平時所說的和尚擔傘 被擔傘就無法無天 被擔傘就避無可避 不知道南韓擔傘的結後雨 大家又會想起什麼呢 南韓經常跟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國 經常笑我們中國 又笑他們的輪郭北韓 大家看看這幅圖 人家金仔出來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就算下著雨也是自己擔傘的 看來你們南韓比北韓還專制 會不會有些脫男者去到北韓呢 看來南韓的這種擔傘手法 有可能是屍成美國的 我們大家看看這幅圖 圖中就是美國的前總統奧巴馬 而奧巴馬身旁為他擔傘的人 就是一位美國的獻兵 難怪的 美國的一國之軍的官威確實非常大 我們除了可以從擔傘這個行為上 看得出他的官威之外 也可以從擔傘的這個行為上 看得出他們的人格 例如就像這幅圖一樣 這個傻佬就是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 好 現在牽著的這位小姐就是她太太 特朗太 當時下著毛毛雨 正當大家以為情深深雨蒙蒙 兩個人一同在雨傘下漫步 是多麼浪漫 不過這幅圖不是經過特別處理的 而是特朗普當時手中拿著把傘 真的只是擔傘自己 完全沒有理過她太太的感受 難道她太太不怕濕身 同樣都是世界大國 我們就看看有戰鬥民族之稱的俄羅斯 他們的總統普京 出來公眾的活動 就算下著雨 他也不改他的硬看作風 仍然自己的傘就由自己去擔 確實比起美國的領導人 是更加有領導的風範 除了俄羅斯之外 德國的領導人密克爾也一樣 由於德國人的性格比較講求效率 自己擔傘總比請多人回來擔傘 開傘又快收傘又快 所以德國的領導人密克爾也是自己擔傘的 雖然各國的領導人都有他不同擔傘的樣子 不過身為一個小小的省長 他的牌場可以說是大過他的主人美國總統 這個省長是誰 當然就是蔡蔡子 蔡英文每逢他出來視察民情的時候 除了有人為他專門擔傘之外 亦有全天候的一群拆鞋隊圍繞著他 他去到哪裡就拆到哪裡 絲毫無法抬慢 此等氣勢不說還以為他是美國總統 身為一個小小的省長 居然有這麼大的官威 其實你是很應該謙虛一點 學一下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就像這張照片 照片中的就是前中國總理 溫家寶溫爺爺 溫爺爺每逢出來視察民情的時候 和民眾都經常打成一片 有一次他出去視察民情下雨的時候 他手中有把傘除了拿來傘自己外 而且也遮住身旁的民眾 一定讓他們輔到腐 這些風範才是領導人的風範 如果這樣蔡藻子都會學得不夠清楚 會學習一下我們的習主席 當習主席出去視察民情的時候 不但自己擔傘 還會看出傭人因為工作很辛苦 所以這圖內看到 習主席有把傘oy 阻蔑他身邊的那位傭人 所以我們從各地不同的擔跡文化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 究竟人民質素如何 領導質素如何 我想也不需要多說 再之後有個好消息跟大家說 我國我們偉大的祖國最近已經有第三隻苗 可以打第三鏡能夠頂得著肆虐全球的Dell級變形 由那間公司就是重慶智飛農科馬生物製品股份公司 和中國的科研研究迷你生物的科研一起合作研發出來 他們已經按世衛的標準進行了第三期的實驗 而實驗的結果就是在28,500人中中的只有221人 只有221人在28,000人中有至少超過八成都受到保護 而剩下的221人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中了病的病徵但好得上沒有人是會離去的 即是說他能夠避免去世的率是100% 現在全球肆虐的變形病其實有多少種呢 有11種不說大家不知道 但是最兇當然是Dell級變形 其次就是A級變形 在英國搞出來的 試刺的第三鏡防病苗的產品 能夠抵禦A級剛才說英國搞出來的那一隻 九成能夠抵禦到它 92% 面對著Dell級變形就有77%的保護 兩項指數都已經過了世衛的標準 而大家最關注的是打了第三鏡之後身體有什麼反應 大家都最怕就是有不好的反應 在這些28,500個試驗對象 有一半是打了安慰針 安慰針就是要來安慰一下你打了之後的身體反應 一半有打一半沒有打 而兩邊出來的反應其實都沒有落差 就是說無論有沒有打安慰針 兩班人出來的反應其實都是大致相同 就是其實沒事 前後我國已經生產了第三隻苗 是有第三鏡可以頂得住Dell級變形 相信很快我們香港都可以打 但是與此同時台灣卻在試驗強推 它那隻高端公司生產的低端苗 蔡省長為了強推這隻苗得罪了全台灣人 首先這隻苗打了五天 在新北市有11萬人打了 剛剛已經有第六位人士 這位是一位女士 40歲他就因為這樣而離去 前後這六個人很多都是三十多四十歲的壯年 他就是有急性的內心塞車而導致他離去 這些消息也導致台灣打苗率的預約 每天有消息就會開始下降 那麼全世界人都說了 為什麼蔡省長就是要強推這隻苗 有什麼那麼好 蔡省長就說就算有這樣的反應 就算有這樣的結果 大家都千萬不要過度政治化來計算 這樣只會選人不利己 因為每件事都有他不好的一面 每一種苗都有他不好的反應 他這樣說 而身為醫生的新北市市長柯文哲就說 蔡省長麻煩先注重醫學的專業 你才好說人家過份政治計算 原來台灣省還有另一個措施就是令人發指 全部人都在對蔡省長強推這隻苗 私心非常有質疑 就是台灣分為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人要率先打苗 但是這一、二、三類人打的苗是什麼? 都是牛津思康、莫德那和那隻輝輝苗 既然強推的這隻高端、低端苗是這麼好的時候 為什麼一、二、三類人、醫護、前線人員、政府人員 他們全部都是打外面的苗 不是打這隻高端苗 還有現在台灣最具生產力的30至40歲的人 很多都是不能打苗的 這些安排全部都令台灣人對蔡蔡子非常失望 所謂上糧不正就下糧歪 現在看看身為台灣、美國的情況如何 美國8月28日單日再重新創新高 單日的案例有19萬個案例 現在美國那邊的醫療系統可以跟大家說 崩潰了,完全不夠床、不夠位 如果不是嚴重 確實中了一招的話都不能做手術 要留多些位置出來 還有美國的離去率也很厲害 離去率很厲害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他們安置離去的人士的冷凍庫已經不夠位了 他們現在要怎麼呢 要預訂一些墨樓公司的冷凍倉櫃 來做臨時的倉庫 情況非常之惡劣 上面就有禿蠅不斷地空中盆船 大家如果有看過這個動物紀錄片的話 當一堆禿蠅在空中盆船 意思就是禿蠅完全知道盆船下面有什麼 禿蠅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腐肉 如果你身為離去自己的家屬的話 你看到這樣的場景 試問你是什麼的感受 美國病情爆得這麼嚴重 主要是什麼州呢 全部都是共和黨的州 就是不聽拜登政府說的州 特朗普親分比較多的州份 但是就算聽拜登政府說 比較親拜登的州份又怎麼樣 例如華盛頓DC紐約這些地方 其實現在打苗的普及率 只有一半的人打了第一鏡 而只有32%的人才打了兩鏡 所以美國在指責別人的國家有問題之前 麻煩你先做好自己 美國從拜登上位以來 哪一單不是天下大笑話 連自己的孩子都顧不了 阿富汗幫自己出身入死的自己人顧不了 連台灣省頭號走狗也顧不了 先頭才想拆動全世界 要一起研究如何和病情同存 現在話口還沒完 馬上爆到九彩 怎麼並存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